文山区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美景与人文风貌 为了帮助失智症患者与照顾者重拾生活品质并减轻压力 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失智症中心首创三猫处方签 并设计自导式地图 鼓励健康、亚健康或失智症患者及照顾者多走出户外与人互动 进而预防延缓失智老化、减轻照顾者负担 那我们依据我们台北市民政局113年1月底的一个统计资料 文山区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52,000多人 那我们推估失智症的人口数是4,000多人 那依据111年台北市的长者功能评估的一个分析 我们文山区长者优育的异常的一个比率 高居全台北市的12区的第一名 那另外也有研究也发现 优育是失智症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子 那失智症的一个患者 他的自己能力是会逐渐下降 那照顾我们家庭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负担 我们谈这个厨房间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健康大概可以 所以如果从事业卫生主治谈健康 就身体、心理、社会、理性 那在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跟人的舞动 那这里面其实就是我们谈到社会厨房一个蛮重要的概念 社会厨房间其实我们做的就是让人重新跟这个社会做连结 那连结之后其实我们的活动量 就是我们身体的活动量会增加 我们心理的这个支持也会有 那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在这个厨房间 我们也加上这个灵性的概念来推动 所以我做的单位包括我们谈到猫虹 谈到这个运动就是我们讲的动态厨房 然后在这个指南宫我们就有提出这个心灵的厨房间 然后我们跟动物园合作猫虹就是有这个疗愈的概念 然后我们跟猫鳥协会一起合作伴许多这个 在这个路线上提满多这个制导师的这个束压路线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这个三毛厨房间 这样的一个社会厨房 我们可以达到这个身体、心理、还有社会、还有理性 这四大健康的元素可以在这个逛这个厨房间的里面 我们就可以一次地达到 有别于艺术及学习等室内静态型活动 三毛厨房间是动态、心灵、疗愈与疏压的厨房间 让长者与照顾者在大自然的氛围里 减轻压力和焦虑等负面情绪 同时增强身心健康与免疫力 那不同的这些老家有不同的照顾方式 那尤其是一些失能的 或者是失能者的照顾 所以我们现在就更care到说 总去照顾这些照顾者 因为照顾者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另外一个文山安全社区 长期来在重拾安全业的工作 那本来就有一个所谓的观光休闲组 那观光休闲组就是把文山地区的好山好水 的这些大家可以公休去的这些地点 都把他的一些安全环境做一些改善 然后希望说能够到文山区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休息空间 搭配三猫处方签 同时推出畅游三猫咔嚓拍照说故事比赛 即日起自4月25日止 配合地图上的步道路线 拍出主题照片 搭配文字上传 就有机会将24寸电视及健康休闲用品等大奖 报回家 记者李奇会台北报道